圣诞节到了 近来石门区各个中小学的现场都可以见到圣诞老人的身影 不过要拿到圣诞老人的礼物可不容易 要仔细听防灾的讲座 答对问题才有礼物可以拿 而石门区公所希望要让学生们度过一个充满知识的圣诞假节 大家都在过圣诞节 而看到圣诞老人的现场一定就有满满的礼物 近来在石门区各个中小学的现场可以见到圣诞老人的踪影 不过要拿到圣诞老人的礼物可不容易 要仔细听防灾的讲座 答对问题才有礼物可以拿 可以说是要让学生们度过一个充满知识的圣诞假节 是我们石门区公所为了防灾的宣导真的是不遗余力 那所以我们就想到刚好圣诞节快到了 那为了引起小朋友的兴趣 所以我们就特别应我们同仁的安排 我就搬送成圣诞老公公 到我们区里面的国中国小还有幼稚园 当圣诞老公公顺便来帮他们上防灾教育的课程 原来在这个圣诞老人的服装下是区长 以及区公所同仁的用心良苦 趁着圣诞节公所同仁们提议让区长换上圣诞老公公的服装 穿梭于区内的国中小学 目的就是要让枯燥乏味的防灾宣导 包装的更有趣一些 而学生们看到圣诞老人为了得到礼物在讲座上也就 听得相当专注 让防灾宣导变得更有效率 那同学的反应都很好 那我们希望能借有这些创新的方式 那我们这个防灾教育可以向下砸根 升职在我们这个小朋友的心里 那进而回去可以影响他们的爸爸妈妈 大家一起建立正确的防灾知识 区公所也期待透过有趣的方式呈现 让人感到乏味的防灾宣导 更要透过宣导让孩子们吸收瓦斯 如正确使用台风与地震来袭避难 以及登格尔防治等知识 让防灾的观念向下扎根 并且影响更多的家人与朋友 藉此达到防灾宣导正确减灾避难的目标 A.E.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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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介绍品导师们采访报道